就我要吃什麼關妳什麼事 我想什麼時候吃飯就什麼時候吃飯 我是隨心所欲的 有女朋友然後跟別人 女生去吃兩面都會生氣吧 你們就是沒有交代 這個女生到底是誰 幹嘛預測 妳這個態度對不對 還不是 要打槍 這麼直擊 她很健忘 柔柔是非常非常健忘 隔天起來問妳說 妳哪位 我自瑜 你是誰 我知道 孫生 沒有 我是隨心 這樣不行 不是那種健忘 她手機非常非常容易忘 手機一直掉 手機這麼重要的東西 包含我們去日本環球影城的時候 然後那個下雲霄飛車 她手機就放在座位上 然後我已經幫她拿一次了 我說要注意 要小心 然後之後第二回合上去做另一個設施 又忘在上面 還有一次很誇張就是 我跟她去上廁所 然後上完以後我出來 我以為她在外面等我 結果她先回去到家裡面 她忘了還有妳 她忘了 忘記我還在這邊等她 對 那妳存在感其實很低 誰會這樣啊 就走的 她就默默地走 因為可能她比較容易晃神 然後想東想西 妳怎麼會這麼容易忘記 沒有 我那時候應該是在講電話 然後我就想說 她是不是回去了 所以我就走了 對 我應該不是忘記 好像沒有交過男朋友 妳就被丟偷了 好像忘記跟她出門 忘記搶的日子過得好 真的 煩惱一下就忘記 難怪在一起這麼久 但是真的 忘記妳的優點 吵架也忘得快 真的 對 妳覺得她是一個不吃飯的人 對 她很不愛吃飯 她吃紅藜麥嘛 妳那邊是有嗎 不要逼我置入 有 今天已經有誇意 已經有誇國教妳不知道嗎 我們已經是防不勝防了 對 已經放棄了 然後不吃飯 為什麼 對 因為她 是個工作狂 然後她常常從早到晚都沒有吃飯 然後是同事跟我說的 然後我就會趕快幫她 曬恩愛 我最討厭的是 我每次工作到一半 她會問我說妳要吃什麼 就我要吃什麼關妳什麼事 我想什麼時候吃飯就什麼吃飯 我是隨心所欲的一個人 幹嘛 大男人 因為 不只是一個老男人 還是一個大男人 大老男人 我很自在 她覺得吃飯一定要一起吃 所以她沒有辦法 接受自己一個人吃我 她需要儀式 那怎麼辦 她就跟著不吃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我不吃飯 她就會也讓自己餓 但我說妳可以吃妳的 妳幹嘛等我 但她覺得情侶就是什麼事情 都該一起 怎麼可好 對不對 難怪樓樓那麼瘦 很感人 自己餓出來的 應該是這樣 我就說妳就去吃 是啊 我又不會怎樣 我又不會餓死 不會啦 認真的男人最帥啦 好不好 還好妳身材都很好啦 無所謂 很瘦 本來還想跟妳推日安完美 這就是很需要 吃涼麵也吵 要吵架 唉唷 因為我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她吃涼麵要加熱 是 我要吃涼麵 她真想微風 她真實 那沒辦法 對啊 我跟一個女生半夜吃涼麵 吃啊 然後就生氣了 對嘛 憲哥你也會跟女生吃涼麵吧 一個女生 但是為什麼要半夜吃 你們要問我 對 但是她一個女生 很熱啊 所以要吃涼麵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回家 吃什麼那裡 回家吃 應該更生氣 買回家吃啦 你沒問我啊 重點是跟女生吧 而且重點 對 她像男朋友樓是跟小 單獨 怪怪的 不重要的人 有女朋友 然後跟變成女生 去吃涼麵都會生氣吧 單獨是真的會生氣 那為什麼那一次會大吵呢 劉媽媽涼麵 多少人的回憶 她從此不准我再吃劉媽媽涼麵 哇 那三合一貢完湯 你活該啦 那你可以去吃別家的啊 對啊 外態就這 筆汁香還好吃 那我再也不能吃那一家 我沒有說粉 福德很好吃 福德是真的嗎 我下次吃看看 你們就是沒有交代 這個女生到底是誰 對啊 到底 就是 剛好在聊工作 所以就 幹嘛預設 你這個態度 還不是 還不是 可疑 還說都有抓猴 很突然聊一個商業上合作 說那就 趕快越快越好 趕快吃個涼麵 隨便吃一吃就好 吃完就趕快散會 我要回家了 不是 我是這樣子想 沒有 我有偷看他們對話記錄 好看喔 我不喜歡 就是那種 你看了覺得會生氣的 曖昧曖昧的人 對 比如說怎麼樣 現在在錄節目 什麼在幹嘛 接近抓到了 接近抓到了 你自己要提這一題的 你自己要寫的 OK 是寫的 還帶氣啦 而且我沒有不准他再去吃那一間 我還跟他在一起去吃 我是可以讓他去吃的 他只是一直覺得那一間店 就是 我過去他就會 就我就會生氣 怕被老闆兩院出來 沒有 你今天是沒感覺 他去幹嘛 他去到那邊會變成心仇舊恨 真的嗎 他就想起來 太多回憶了 你覺得他怎麼樣 就是我的頻道 然後因為他是 也算是我老闆 然後所以 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想腳本的時候 然後他就覺得我的想法很爛 然後他就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我就哭了 因為他很兇 就是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反而是 在工作上面 女朋友比任何人都還要厲害 所以我對他是特別嚴厲的 所以他每次提idea 我都說這個是垃圾 然後他就 都打槍 這麼直驚 因為想出來前三個 一定都不能用 大家都想得到 我要他想第四個 但他想不出來 對啊 你年紀大人家那麼多 年紀小 對 快點長大 要有風度一點 好不好 看看我們這兩位情侶帶來的 射擊 計時30秒 開始 來 請拍 好像起動 怎麼這樣 什麼啦 模糊的五官也算喔… 所以你要防守… 注意… 八 七 六 五 太可愛了 這感覺滿可愛的 二 一 好 提提 好 時間到 我們來檢查 這個算有一個 一 二 有 三 沒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這完了啦 十 你應該贏了 酷炫剛剛的破綻有一點多了 十 因為模糊的也算了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你輸了啦 定了啦 十九 來看這邊啦 來啦 這個就一了嘛 二十以上 二十以上 因為柔柔剛剛會一直擋著 對 她這樣就擋住了 真的 才一 對 目前一啦 柔柔我算了 二十八張 她有防守 柔柔有防守 她擋得很好 就這樣擋了就好了 剛剛沒有 真的 而且柔柔動作也不大 對啊 很優雅 她沒有整個五官 好啦 妳輸了 二十八張 因為我再猜 太明顯 因為她的故事 真的不能讓妳聽 所以她有不能輸的壓力 好 好 兩位準備 來 哭協 分享 我就是第一次情人節 她送我的情人節禮物 我把它用丟了 然後是什麼禮物 是什麼 是一個手鏈 然後很漂亮 然後也不便宜 但我把它用丟 然後我就不敢跟她說 因為她就說 你怎麼都那麼久沒有帶那個手鏈 然後我就說 我放在我另外一個家啦 我放在我媽那邊這樣 然後我就隨便講 然後她就一直沒有看到 然後她常問耶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行 她一定會發現 所以我就再去買一條 然後又不見了 真的健忘 這麼容易 有什麼毛病 我嚇到 然後那樣我就覺得超奇怪 然後那樣手鏈不見了三次 我買了三次 從一條手鏈買三次 對 這個很毛毛的耶 很恐怖喔 不要再怪這種何東西 其他都沒有不見耶 然後就那一條 好 一樣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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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棒 好 好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